大家好我是昂昂 今天要来到欢欢真心话时间 我们要来聊聊后悔跟遗憾 又到了新的一年 不知道大家对于新的一年有什么期待 每一次我们到了年初 对于新的一年有所期待之后 到了年末 因为开始很后悔很多事情也没有做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经常后悔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非常非常久 我是个蛮不喜欢让自己后悔的人 我从小就觉得说 无论做任何决定 一定会是当下那个时刻 或是那时候的感觉 最棒的一个决定 所以通常我做的这个决定呢 我就不会觉得有后悔 或是有什么样的遗憾 我会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选择 会觉得那就是一件 必然会发生的机会成本 但是呢越来越长大之后 会发现经历更多的事情 经历更多需要去面对的人生课题之后 就开始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决定 并没有那么容易 就开始常常会有后悔跟遗憾的感觉 这样子的感觉其实是个常态 但对我而言自己却还蛮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从小就还蛮完美主义的嘛 所以有遗憾这样的事情产生 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也因为后悔跟遗憾受伤了非常久 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去做其他事情 来弥补这个后悔 或是要用什么样的事情 来填满这些遗憾的感觉 但是我之后认知到一件事就是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当中 反而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理 越来越渺小 最近我就在网络上查了一些有关后悔 跟遗憾的关键字 然后就出现了很多文章跟影片啊 然后有一个研究跟说法 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临床心理的博士叫Cashton 他主要的研究范围就是在研究 为什么人们总是会在受苦当中 为什么会有受苦的感觉 然后他就提到说 无知的人才不会有遗憾 他说在七岁以前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所以他们不会有遗憾的感觉 所以人们才会说无知就是幸福 遗憾难道是因为我们变聪明吗 他其实是提到说 当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很重要 而我们已经错过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遗憾 而这个遗憾的感觉 表示着我们已经有所体悟跟成长了 这位教授讲了一句话 他说 不必害怕承认你感到后悔 有遗憾的人生才是有思考 有长进的人生 听到这里会觉得说 好所以遗憾就是一个成长必见的过程 对吧 但是这个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好受 每一天可能到晚上 尤其像我这种夜深人静 总是会想很多的人 这种时候就有非常非常多那种 懊悔的感觉跑出来 然后我就在思考 我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难过的感觉 很多人说 遗憾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而是你错过了什么 我自我也认知到 遗憾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不到 或是做的不够好而产生的 它就是一个无法控制会产生的结局 而造成的一种情绪 每次我很低潮的时候 我都会想办法让自己开心 而且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让自己知道那就是个情绪 我只要能够让这个情绪消化完 就没事了 因为不可能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很开心 一定有非常多正向跟负向的情绪 然后我在昨天很难过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Ted的演讲 然后他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他说 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完全的灵魂的话 要学着怎么在这些后悔当中生存 而不是摆脱他 对我而言2019年到2020年最大的转变是 我觉得我开始去认知到 我没办法让每一件事情都没有遗憾 我也没办法保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后悔 给自己的功课就是要跟这些不舒服的感受 一起和平共处 怎么去面对这些情绪 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不是只是一昧的想着 我要怎么样做出的决定才会办法更好 我也把那个Ted的连结放在下面 因为他在那个演说当中讲到了 为什么会有遗憾的感觉 其中他就有讲到说 我们后悔的时候或是有遗憾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想要让时光倒转 到你做决业那个时候 然后你就会去想像有无限多种其他选择 会造成的不同结果 他在影片的最后讲了一句话 让我突然间醒了过来 也让我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拍了这支影片 他说后悔不是要提醒我们有多差劲 而是要提醒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期待2020年无论是我自己 还是大家都可以比去年过得更好 无论发生过多少遗憾 发生过多少你觉得不美丽的事情 或是这样的感觉困扰你多久 我相信2020年我们都可以做得比去年更好 虽然今年非常有机会 还是会产生非常多的遗憾跟后悔 但这就是人生 不要因为这样而放弃自己 最后当然是要祝福大家 在2020年的所有计划都可以成真 就从此刻起开始做计划吧 OK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我的影片 订阅我的频道 你也常常有后悔的感觉吗 你在过去有什么样的事情 觉得遗憾吗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要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ite老板